另一只收市后公布业绩的就是快手 中期业绩亏损收窄到647亿 第二季亏损大约70亿 按年减少了8.1亿 这个数字是差过预期 经调整,亏损扩大1.4倍 达到大约47亿7千万 市场预期是49亿 季内的收入升了近4.9亿 也比预期好 其中线上的营销服务收入增加1.5倍 直播业务收入就减少了1.4 管理层也有承认到监管对集团的收入 就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怎么看呢? 快手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直受监管问题的影响 还有股价其实都一直好像沉底 怎么看业绩出来 对股价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呢? 昨天看到股价其实就是 单日就是一个转向 早市曾经升了6% 之后就转跌 昨天一度跌了1.7% 最终收市跌了3% 现在就业绩就决了中栏 你怎么看股价走势? 业绩我想整体上你可以叫做符合预期的 因为我记得第一季公布的季绩的时间 我估计它最主要看什么呢? 看回毛利率 因为它仍然是一间叫虚钱的公司 它虚多越少 当然要关注 但我想更加重要是看回毛利率 因为看回它第一季公布出来的时间 毛利率是41.5% 现在第二季就达到43.5% 其实毛利率方面是上升了的 所以这里也有些正面的因素 但我想看快手 最主要是留意监管因素 因为它这一批都是属于我们叫做封眼股 因为内地的政策 因为它在说视频 直播那方面的公司 你见到内地方面 其实在视频或直播这个范围里面 都是在一些政策上监管的 所以我认为是要留意监管对未来的影响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价格方面来说 近日你看到有少少监管底上来的 但你说反弹上去 我想又不要看得太高了 可能你说 现在去到90元左右 可能已经差不多 未必那么容易再上100元 甚至要上招股价115那些位 我想都未必那么容易的事 可能上回90元左右 已经会有阻力 因为上面的蟹货是多的 下面来说可能之前64.5 那些位暂时有一个支持 我想都是在这位走着上落 最重要也是刚才提到 要看下来的监管 究竟对它的影响是多大呢 这个可能要看未来一两季的业绩 才会看得到 所以我想市场上 还会被一些观望的情绪在 就在这儿了 就在这儿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